大家好,我是二姐 秋冬天,这是吃萝卜的季节 今天分享一个胡萝卜搭配红枣的新吃法 好吃好看又简单 胡萝卜削皮后切成片 我这里准备的是三根比较小的胡萝卜 大约300克 切好的胡萝卜上锅蒸熟 胡萝卜蒸好后将它取出来 然后倒入一个大碗中 将它倒成细腻的胡萝卜泥 加入两勺白糖 再加入150克的糯米粉 100克的面粉 搅拌成续状 下手揉成不沾手的光滑面团 如果沾手就继续加糯米粉后干面粉 都可以 揉到不沾手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面团揉好后搓成长条 然后将它切成长形的小剂子 红枣洗净 剪成枣片 每一个红枣大约剪三到四片就可以 每个小剂子捏光滑 捏成长方体 放入枣片 按紧 按紧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红枣糯米小点心 放入红枣糯米小点心 开水上锅 中火蒸20分钟 时间到后出锅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胡萝卜红枣这样做非常的漂亮 轻盈听透看着就好吃 加上面粉 软糯不沾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